奇闻不知后出寻,密探方知在此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在佛教里,舍离子无疑是最神秘的传说 高僧元祭后一体火化,骨灰中的结晶体就是舍离子 在藏传佛教里也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传说,红化 在藏传佛教中,有一个支派密宗 传说密宗修炼者修行到达一定境界后 当其死亡时,肉身会在元祭后几天内自动化成五颜六色的光直至消失 按照密宗修行者记载,红化者临终时打坐的身体不断发出光芒 而心还不断缩小,最后只剩下指甲和毛发 有的则什么都剩不下 莲花生大士是印度佛教传说中最伟大的大成就者之一 也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奠基者 大约一千多年前,光元八世纪左右 莲花生大士应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入藏红法 成功创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席犬的佛教寺院 桑耶寺,自从莲花生大士到了西藏 修行者红化的现象也就不断发生 有记载的红化事件,有1883年 藏传佛教高僧堆穹林巴和仁增白马马堆堆的弟子中 有14人死食人体红化 1953年在甘兹州卢霍县建立了多芒寺 自建寺以来,寺中成就红身者就高达了16人 这其中的三位肉身全部化光了 剩下的一些就是留了一点点头发和指甲 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如此稀少的一种现象 在一个寺庙里能达到这样的数目 已经算是相当了不起了 其中一个叫长日克的弟子 红化后只留下了一片小指甲 至今仍珍藏在多康寺院里 近代有1952年 德格一楼人索朗杰活佛红化 景象颇为壮观 据说当时德格一楼人索朗杰活佛 钻作于大经堂中央 也不来接待客人 突然活佛就从座位中腾气 先腾气又落回原地 第三次腾气时产生了一声巨响 如打了一个大雷 随之活佛就消失不见了 只见一朵红云飞去 什么痕迹也未留下 在80年代也有高僧红化的传说 比如1983年 瑟达县年龙寺 潘布索尔顿活佛 在元季后 他的身体也缩小成小臂高 火化后出现了五色舌离子 1998年8月28号下午 一个叫阿琼坎布的宗密修行者 在四川省甘兹州 新龙县 乐墨寺旁边的一个简陋木屋里 嘱咐了他的几个弟子几句话以后 就圆寂了 只见阿琼坎布手持佛珠 侧卧在床上 圆寂的时候 一指口诵 藏传佛教六子真言 大约在晚上七点 弟子们是按照藏传佛教的习惯 处理了师父的法体 他们脱去上师的衣服 准备为他覆盖上法衣 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们看到上师全身 上下摔倒的皱纹 已经消失不见了 皮肤完全变成了 七八岁小孩的一样 白红细嫩 根本就不是生前老太隆中的样子 而且这个上师的腰身 相比他在世的时候 还缩小了一些 更加令人神奇的事情 还在后面 两天以后 一位弟子到上师的禅房供登 发现上师的躯体变得更小了 弟子们有点不知所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就急忙赶到附近的 白玉县雅琴寺 找到了寺里的高僧 阿雄坎布来询问 阿雄坎布说 这个事一定要保密 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一定不能够让犯过 踪迷跟界的人 去碰阿雄坎布的身体 在七天之内 都不要移动他的身体 到第八天才能够处理 这样只有上师的职儿兼侍者 也就是平时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人 叫做赤诚加措这么一位 只有他符合条件 能够进入上师的房间 七天过去了 到了第八天早晨 上师的三名弟子 加上亲属 一共六个人 一起走入了上师的房间 他们拉开床上的法衣 大家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床上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剩 就连一根头发 一根寒毛都没有 赤诚加措非常伤心 因为上师远寄以后 没有留下任何 可以供奉的东西 赤诚加措本人 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光影 但是有在场的其他人 看到了扁平行的五色彩虹 从上师的房顶升起 然后融入消失在空中 离乐墨寺稍远的人们 几乎都看到了 有五颜六色 奇特美妙的 各种形状的彩虹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 藏传佛教里的红画 指的是 宗密修行者 涅槃的最高境界 霓虹法身 但是这个霓虹法身 它能不能够有 还有它表现形式 是什么样的 是根据修行者的 修为层次来定的 我们如果对比 不同的红画案例的话 你会发现 细节上也会有较大的差距 最高境界的红画者 临终的时候 打坐的身体不断发光 他一边发光 身体还不断缩小 最后缩小至完全消失 就像上面所说的 那位阿琼坎布一样 还有一种情况 是在原济的时候 身体的一部分红画 肉身是会缩小 但是缩小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不再缩小了 剩下的遗骸变得坚硬如体 遗骸的大小 和修为的高低有关 就是修为越高的人 他留下的遗骸就越小 以藏传佛教的说法 以南北大圆满库之道 得红画者不计其数 而且不论哪一派密教的修行人 在修炼密法达到很高的境界以后 当他缘机的时候 就会出现红画现象 高僧肉体会化作一道彩虹 朝天上飞去 进入佛教所说的空行净土 无良宫 在西藏历史上 红身成就的势力非常之多 其中最惊人的记载 出自于全异光明史中 据说从嘎丹巴德邪 修建白玉嘎托寺 而形成宁马派中 嘎托法系后的七百年间 竟然共有十万人 获大圆满 红画光明深成就 如同佛教舍离子一样 藏传佛教中的红画 也充满了匪夷所思 和无法解释 有人将红画解释为能量释放 修行者通过常年修炼 身体内聚集了巨大的能量 当他面对死亡之际 就让这能量 把肉体转化为光的形态 从而让身体消失 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没毛病 但是能够让身体光化消失 相当于一枚百万吨级 核弹释放的能量 人的一生能储存这么多能量吗 咱们不得而知 藏传佛教中 根据修为的不同 红画现象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红画后 遗体渐渐缩小到大约一尺高 坚硬如铁 敲击时还会发出邦邦的声响 就像是金刚不坏之身 我个人的理解 高僧僧甲丹僧肉身佛 就属于这一层次 事实上 关于肉身佛的记载还有很多 但是在文革的时候 大部分西藏肉身佛 都遭到了破坏或者焚烧 僧家丹僧肉身佛 因为处于印度边境 才幸免遇难 第二个层次被称为舍利 藏传佛教认为 高僧在远寂时 能够引到自己的灵魂 让身体回到原始的状态 也就是一道白光 肉身会在远寂后几天 自动化成光和生 最后只剩下一些头发和指甲 以及各种透明坚硬的舍利字 第三个层次 也是极少的高虚伟大师 才能达到的层次 人体完全红化 五颜六色的能量 从头顶释放 远寂时身体不断发光 心海不断缩小 逐渐消失 西藏生死疏终 形成这个过程为红身或者光身 因为在身体融化时 会有光和彩虹出现 而红化的最高成就 就是肉身完全化光后 光明可再次凝聚成 如三岁小孩大小的彩虹身 被称作无死红身 知道自己即将红化的高僧 通常会要求堵字在帐篷 或者房间里待七天 到第八天 整个身体就会缩小消失 或者只留下毛发和指甲 就好比咱们上面举的 阿穷坎布的例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看到这里 或许您会心存疑虑 为什么高僧大德 会获得红化成就 很多人也许会觉得 他是佛菩萨的化身 所以会红化 也有的认为他是佛菩萨 或者历代高僧的后代 而红化成就 其实都不是 他之所以能红化成就 是因为这些修法中 有让人红化成就的方法 通过常年的修炼 修行者的身体内 聚集了巨大的能量 当他面对死亡之际 就将这能量把肉体 转化为最初组成身体的光智 色身融化在光中 然后完全消失 信奉佛菩萨 并按照佛经指导去修行的人 他们的生命 是在不断的提升当中的 所以他们在涅槃时 就能够表现出安静祥和 或者其他奇异的妙境 在佛教中 还有一种现象 是与红化很相似的 那就是火光三昧 它不像红化那样 必须是大圆满法才能有的 其实火光三昧 主要是从胸中自然放火光 而火焰也非常猛烈 甚至可以涌出关外 与红化的身体发光 和自然焚烧大同小异 早在佛祖当年远近时 火光三昧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它并非佛祖所独有的 这也流传在禅门之中 禅门的西图祖师身上 就曾屡次出现这种火光三昧 本星即经四十日 如来耳时 亦入如是火光三昧 身处大火 讲的就是这种现象 其实两种都表示的是 功德无量 大圆满的迹象 也代表着个人 在这一世修的真身 是极好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咱们